拿出學歷證明一張英文一張中文 彰化現議員參選人黃柏瑜 敢在九合一選舉登記前秀出學歷 重重關卡得先經過外交部認證文憑 再進行翻譯 如此大費周章 全因為最近論文門風暴越演越烈 也就是說花了將近半年的時間 證明自己擁有劍橋碩士高學歷 花美男形象的黃柏瑜 十三歲國小畢業後 就離開臺灣出國求學 他在美國念大學 再到英國攻讀歷史學碩士 綠雲新生代崛起彰化現議員參選人楊子嫻 斗大競選看板很醒目 眼間路人觀察到懸掛的巨幅看板 在學歷的部分刻意更改過 有太多人一直在問我說我畢業了嗎 等等的 那我覺得欸既然是這樣子 那我就把這個 因為論文還沒寫完 所以就先把海研究所拿下來 然後用彰化高中政大政治 楊子嫻解釋尚未取得碩士資格 才會改成政大學士學歷 避免哀鴻不老實影響選情 不過彰化第一選區新生代狂竄出頭 也被外界形容 像是一場學霸之爭 三天新聞 林維智 許許瑞 SNH小組 彰化報導